随着城市发展 香港地不少老街、老店、老建筑都被时代所淘汰 就算这些景物会消失 但是情怀不变 曾经在这里生活 成长的美好回忆会永远存在在一代人的心里 有安老院舍就推行老香港小城堡计划 当中的开幕活动将院舍布置成大大地 邀请一班老友记化身为港古老 分享过往在衣食住行 各方面的经历和故事 一起连卖昔日老香港的情怀和文化特色 为什么院社会有举办这个活动的救思呢 其实长者院友可能因为她的年纪开始大 对我身体机能比较差了 而且她的家庭和社会的角色已经不同了 都容易引起一些负面情绪 觉得自己没什么用、没什么贡献 但是其实在我们平日的日常接触里面 院友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能力 他们有很多生活的月曆 还有很多生活的智慧 我们很希望透过老香港小城堡这个活动计划 和他们一起去缅怀一下 势美一下 他年轻时代的一些经历 或者一些生活点滴 从而去重整他们的人生 就是一个院友 平时也很少说话的 但当我们邀请了她做我们的港股佬的嘉宾的时候 她分享了以往在七层大厦的生活点滴的时候 如何共用洗手间 如何共用浴室 如何跟隔壁铃舍建立关系 如何借酱油借糖 都引起了其他院友很多的回响 其实他们的生活是困难 但是他们是开心的 这些都很值得他们回忆的一些部分 正是开幕活动都这么精彩 那气屋有些什么呢? 长者可以逢借一件他很想拥有的迷你怀旧服饰 长者可以调配咸鱼味的香薰蜡烛 长者可以制作模型屋 还有榴花书 重演以前居住单位的特色 长者可以参加虚拟旅行 用电脑技术合成相片的方式 前往心仪的景点 哇 节目这么丰富 让我也了解一下 蘇姑娘 可否先说一下衣这个环节具体是做什么呢? 好的 我们这个衣的环节 其实是首先会收集他们以往穿衣服的一些文化 就是他们以前喜欢穿什么衣服 例如隔仔布或者牛仔布 然后他们会在这个活动里 会制作一件他们很想拥有的衣服迷离的服饰 他们会亲自用缝纫技术去制作这件装品 那我就要访问一下黄婆婆 为什么当初你有兴趣参加这个活动呢? 我带来高兴 又有东西学 因为每个人都很好看 我喜欢绿色的 我就不喜欢穿裙 做了衣服 做了衣服 在逢制的过程当中 遇到什么困难? 困难肯定有 不够眼 但是慢慢做 做得挺好 那就赞自己吧 苏姑娘 我知道另外一个环节行也很有趣 还和小年轻人合作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呢? 我们这个活动里面 就会收集了以往远游一些黑白的照片 我们会用青少年人 换了一些电脑的技术 把这些黑白的照片 变成一些彩色的立体照片 去送给我们的老伙计 这张照片就是人家悉心为我做的 我很喜欢 彩色很漂亮 也有立体感 那时候十八岁 是我们三姐妹 沙田走到背 坐在这里休息一下 拿了个景 做了这张新的照片 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意义重大了 可以使我追忆回以前 那就光阴致见 我们的年轻人 还介绍了很多香港新的景点 给我们的老伙计认识 他们当中还会制成合成的照片 将他们的样子 可以键到不同的地方 合成的照片 就带路人家去一些他们很想去的地方 好像有海鲜房和大宝区的火车站 我们整个活动都展出了 有很多老伙计的作品 大家都非常投入在这个展览里面 他们看到这些展品都非常开心 这次的活动 透过视觉、嗅觉、味觉、多个方面 为长姐带来一次跨越时空的旅程 其实怀旧不一定是长姐的专利 我也很喜欢听这些老香港的故事 因为可以从中感受到前人的努力 还可以启发我的创作灵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